今天教大家的嫁接方法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 靠接 在嫁接桂花时经常用到的一种嫁接方法 嫁接桂花针目用牛金子树 也叫油根子树 用牛金子嫁接桂花好处是耐旱抗寒之多叶虫 花香浓郁最关键是寿命时间长 选好针目选择好嫁接高度减掉 把端面削平然后再竖切出凹槽 这个凹槽深度和宽度要对应桂花枝条嫁接部位的直径大小 然后在桂花枝条上削出跟凹槽相对应的长度 大概削取一半的树皮和木质 注意不能一刀切 尽量削到和针目上的凹槽相吻合最好 这也是能否成活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刚开始学习这种嫁接技术的时候 不要急于食物操作 最好是先用别的枝条多加练习后再嫁接实体 趁这个空隙长安点赞三秒支持一下 谢谢 同时欢迎转发分享 需要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把削好的桂花枝条靠在削好的榛木凹槽内 检查对好后接触面是否吻合 吻合部位主要是两边和顶部 这就是成活的关键 这样嫁接比其他的嫁接方法要好成活 而且也十分保险 因为有两个根系为桂花枝条供应养分 绑扎薄膜的时候一定要多缠绕几圈 一定要缠紧缠颜 在嫁接一个月之后观察是否愈合 愈合好的话就可以把院根系剪断 如果没有愈合的话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桂花圆枝条的生长 这也是靠接桂花嫁接技术的好处所在 也可以用这种嫁接方法嫁接其他果树或者花卉 好了,欢迎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